各位GTA調查局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上個禮拜不知名的遊戲YouTuber RHUNG阿航GTA系列拍了薩諾斯模組 短短的8天不到 點閱率已經突破了16萬 在一個少少只有12萬訂閱的YouTuber 以及復仇者聯盟話題已經沒什麼人談論的情況下 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會有這樣的點閱率 在這裡面肯定有天大的瑕疵 那就是點閱率 作假作假作假 長達21分鐘的遊戲影片 怎麼可能在這默默無名的頻道 一天將近2萬的點閱率 今天就讓我們來訪問那些在旁邊的路人 看看他們怎麼說 不好意思先生請問你有聽過RHUNG這個頻道嗎 沒有欸 好謝謝 每天2萬怎麼可能 有拖曳嗎 有時間暫停嗎 有比東京還樂 都沒有 一天2萬 不太可能 通常我都一天2億了 欸先生不好意思我說點閱率 這遊戲自騙人瘋了吧 沒有嗤之打造的影片居然拍片耍白痴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啦 很明顯的 GTA薩諾斯模組的點閱率 有相當大的問題 今天GTA調查局秘密潛入阿航工作室 讓我們來揭曉這不可告人的秘密 打瞌睡啊 就是有你這種FIR 沒有效率 這樣怎麼一天2萬點閱啊 這樣怎麼一天2萬點閱啊 點快一點 點快一點 你這樣我們怎麼能一禮拜破15萬呢 難怪訂閱都沒上升 快點動作 哼 才12萬訂閱 笑死人了 蔡阿嘎感謝機都沒人知道你 還去裝熟拍照 是的 我們現在可以完全確定 薩諾斯模組的點閱率 確實作假 各位觀眾 GTA調查局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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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